Hello,大家好,我是Shanan 我又来带大家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房子是一个在Sunnyville的townhouse 它在一个corner size,所以除了自己的车库以外 旁边还有一个extra的车位 这一点是特别的赞 那这个房子呢,是一个3B,2.5B 建筑面积1280sqft 一楼这边是车库 然后那个门里面进去是一个bonus room 可以做成一个卧室,但是没有closet 玩具这几天连降暴雨 出门出行都特别的不方便 那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几期视频 让大家在家里面都可以跟着我云看房 好,那咱们现在上到二楼来 二楼就是可厅餐厅厨房 那现在这个天气外面并不是非常的晴朗 但是这个光线仍然看到还是可以的 就说明这个房子呢 它本身的这个窗户的大小 还有朝向都是不错的 在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室内也没有显得过于的阴暗 这边有一个客用洗手间 好的,咱们现在上楼去看一下 楼上呢,有两间卧室 最棒的一点是两间卧室都是套件啊 都有in uni的洗手间跟浴室 这一个卧室有两面窗采光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窗外面有大树的啊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 然后这里是洗手间跟浴室 这一间卧室也是有两面窗采光的 然后也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 这个房子有20年左右的房龄啊 但是质量还不错 很多的小细节都是有考虑到的 它还有一个小后院 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 它的后院是可以从客厅一个小楼梯下去的 客厅这边还有一个燃气的壁炉啊 就是一个开关 你一打开它就可以自动点燃这个火了 是可以用来取暖的啊 那这个小门下去呢 就可以到它的后院 但是我这一下打不开了 我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后院啊 可以提供有一块的户外的活动空间 那如果Townhouse有一个 这样一块自己的后院的话 居住体验上会提升挺多的 好那现在咱们回到一楼去看一下 这个bonus room 洗机和浑干机是放在车库的 这间房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第三个卧室的小房间 但是它没有衣橱 这个里面是heater 好那这个位于Sunnyville 3B 2.5B的Townhouse 我们就看到这里 它的报价是120万美金 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个房子呢 是在Campbell的一个2B 2.5B的Townhouse 这里是小区的环境 它是在位于小区比较靠里面的位置啊 所以说非常的安静 然后呢私密性也很好 那这个房子的前任屋主 之前是一直租给一个稳定的常租客 租了很多年 然后现在这个租客搬走以后呢 屋主就把房子进行了全部的重新装修 然后拿到市场上来卖掉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入口的位置是在一个半层啊 所以要上个五级楼梯 到这个客厅餐厅厨房的区域 那整个房子都铺了新地板 新油漆 客厅外面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台啊 现在外面是在下雨 但是整个房间的采光蛮不错的啊 因为它的两边都是很大的窗户 厨房这里也是新做了一个十英式的台面 不过厨房电器是保留了原有的啊 这个厨房紧凑实用的这样的结构 然后有一个窗户采光也还不错 两三个人的小家庭的话是完全够用的 另外这整个屋子都做了新的中央空调 还有嵌入式的照明 这一点是非常受我们现在的买家朋友欢迎的啊 因为弯曲很多的老房子 它是没有这种顶灯的 利用楼梯转角的位置做了一个客用洗手间 然后上来这里做了一个laundry啊 还有一个小的储物柜 还开了一个小窗户来增加采光 楼上一共是两间卧室 两个洗手间啊 有一个主卧室套件 全部都铺了木地板 另外洗手间的所有的墙面啊 咱们可以看到啊淋浴间的墙面 然后洗手池照明系统都是新装修的 好这一间稍微大一点的应该是主卧了 它有套间的这个洗手间和淋浴间 淋浴间做的非常漂亮啊 做了那个防水磁砖 另外一间就是客卧了 那客卧的话是用外面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是一个正正的南北朝向的房子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采光还是蛮不错的 包括楼下客厅 有南北两面的采光 好那这个房子的主体我们看的差不多了 是一个2B 2.5B的townhouse 它的报价是95万美金 最后呢我们再下去看一下它的车库 非常惊喜的是它虽然是个小户型 但是它有一个标准两车位的车库 然后这个车库放了一些装修用的东西啊 它这两天会把它全部的清理掉 好这个房子我们就看完了 非常适合新手买家作为在湾区安家落户的第一套房 好那下面我们去看最后一个房子 是一个位于Santa Clara的3B 2.5B的townhouse 我刚刚在这个小区里走了一下 觉得这个小区的环境非常不错啊 很安静而且很安全 帮到的邻居呢也大多数都是中国人跟印度人 其实我很鼓励大家看房子的时候啊 一定要在小区里面一直扩大到周围的生活区 商业区都去走走看看 才会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啊 房子进来就是一个还蛮宽敞的客厅 然后上楼梯的位置是一个架高的顶外加一个天窗 所以说整个楼梯间的采光也是有保障的啊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客厅特别棒的一点 是它有一块多出来的空间 可以作为办公室 非常的适合我们在家办公的小伙伴 这边走过来进厨房的走廊 这里是储物间 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放在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半个客用洗手间 那在一楼活动的时候都是用这个洗手间就很方便 这边走过来是餐厅跟厨房 就小户型来说这个厨房的面积还蛮宽敞的啊 然后都做了这种嵌入式的照明 这种照明特点是它非常的均匀而且温和啊 看起来视觉上是很舒服的 外面有一个小院子 连接的是一个一侧位的侧库 今天外面下雨下的非常的大哦 厨房的另外一个门出去 这里就是客厅了 它整个是连通的 好咱们现在上楼去看一下卧室的部分 我想提一下的是这个房子所在的位置啊 是在Santa Clara非常中心的位置 靠近101237 然后离各大科技公司 还有生活区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啊 是一个真正的交通房 非常适合我们在南湾硅谷地区上班的小伙伴们 好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主卧 主卧有自带的洗手间跟浴室 并且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调膏顶 这里是客卧共用的一个洗手间跟浴室 然后走到里面来 这里就是两间客卧 两间客卧的面积都还不错 而且方方正正 那如果家里面是有小孩 或者是要留一间客卧 作为零食用的话 都是可以安排的过来 好那这个房子 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 它是一个三卧室 两电五卫生间 建筑面积1500多 Skofi的Townhouse 报价是115万美金 如果你最近有在湾区买房的打算 都欢迎联系我 我是Shanan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